参选后侯宇欺度回房嘉义 要走自己的路 稳固基本盘 不只秀出自拍技能 扛叫也难不倒他 就要展现清明接地气 不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我们都尊重柯主席的决定 我们一定会团结在一起 坚定自己该走的路 最后会赢得盛行 尊重柯文哲 但登记日剩下不到几天 蓝白相互叫牌 没有人敢认破局 标准答案都是持续协商当中 柯文哲似乎别有而念 民调统计误差还是卡关 最后登记截止前夕 似乎只剩下政治协商这条路 韩国瑜 何志恩都立委 国民党不分区站立 对柯文哲释出的善意 似乎让国民党被逼到窘境 基层焦虑 不管结果都得全力冲刺 已经到最后了 不能再拖了 你再拖 侯友宜这边也很麻烦 他要不要准备副手 都很麻烦 我都了解侯友宜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谈任何一个副手的原因 就是他就这样谈 对柯文哲就不尊重 如果迫弃只有权力冲刺 所以这个诚信的问题非常重要 民党走到这个阶段里面 我认为民气可用 以前我就跟他建议说 自己要有备案 百年的大党怎么可能 不可以当儿戏 蓝萧佩真实成军 蓝白还在协商 不等谁说过算 但双方似乎已经做好 各自诊装待发的心理准备 继续综合报道